分析 早上 之前接受邀請的時候 就在想我.. 有沒有這個資格 來做這個評審 後來想想接受原因 就是說 也許可以藉這個機會 來學習 所以我想就是這兩天的行程下來 確實也有不少我覺得還不錯的設計 或是施工技術可以學習 比如說那個大波瓦 台南大波瓦 它那個把那個關落斧放在外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可以學習 當然就是因為它有歌證 當然這個歌證也有案子 也有看過其他的案子 不過就是也是再次看一下 到底這個歌證 因為歌證畢竟還有很多手頭 就是比如說電梯倒掉 或是那個施工工要去一個整個舞台 確實我有大波瓦 大波瓦是有這類方面可以學習 當然還有其他的案子我想 其實最經驗的是天空書 那天空書就是這麼大的案子 心裡大概2600年 可以有這麼大的工地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沒有這麼大的工地 就說我們有什麼態勢 我覺得也是應該是說 這輩子還是第一次看到你這樣 這樣大氣的設計 真的是非常棒棒 當然當然室內媲美的部分 這都沒有說 另外我想是新美景界的 我覺得明天多辦公室都會說 他的部分都是很固定的 那這個案子我覺得看到他 有很多的突破 就是讓我回憶的信念去 我覺得在這方面 在這個案子的設計的突破 非常多 比如說外向有什麼 因為做到每天的關係 這些我覺得 還有那個 色彩 調的色彩 還有 因為它還有像樣的建築 調建築 我覺得那個有點像 好像是 像 好像是那個主化 我覺得跟你這個案子 真的是滿天氣的 我覺得總會起來 這次還是有很多 可以學習的地方 我覺得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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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